事務及衛生局宣布 除了香港永久居民的內地懷孕配偶之外 之日起持有前往港澳通行證 即是俗稱單程證來港定居的香港居民 他們的內地配偶也可以在香港私家醫院分娩 有關夫婦需要向私家醫院提交香港 或內地結婚證明書以及宣誓書 並同意當局查核他們的身份證明等文件 而私家醫院會根據床位等情況 簽罰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 衛生署會進行監察和抽查 如果又懷疑個案 將會轉介執法機關跟進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家堯報導